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真正能玩 差不多到一定的部分就会自动闪退 目前很多游戏都这样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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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 我这个是6加128 6G的应存 说实话也就平常打打游戏的 然后这边展示的是 我删除游戏XCI文件的一个过程 就证明一下是真的是游戏 然后这个模拟器 大部分的游戏 其实效果都不是很拔群 官方它是有给一个 怎么讲 给一个适配的列表 但是并不说那些适配列表 就一定能够 一定能够适配 因为实际上 我也不知道它很有可能 不仅跟机子有一定的关系 它很有可能跟这个 比如说你下载的游戏的版本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们还是说 不推荐玩盗版游戏 总之 原本我其实是打算去买一个 NS玩的 但是在我浏览玩这个 NS游戏列表之后 我发现我想玩的NS游戏是这个 一个是老滚 还有一个就是黑魂1 后来要认真想想 这两个游戏 我都在Steam上通关了 我们好像真没必要 买一个NS玩 因为我主要其实是想体验的是 这个NS的 或者说这些游戏的 它在手上玩的这种一种感觉 其实我真的不是说很想玩游戏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最后就决定算了不买了 可能等10月份 11月份会买一个Windows的章机吧 那就会方便一点 毕竟是玩Windows游戏的 目前这个游戏推荐是855以上的机型 所以855以下的人是基本上不用太在意这个问题的 而且目前看865的效果也并不是说多明显 当然我们还是不推荐购买这款手柄 运行吧 这个游戏运行的怎么样 或者说别的游戏运行的怎么样 大家直接看视频就好了 这边我们还是继续讲一些 有的没的的东西 特别是 这个东西到底跟小鸡 有没有关系 我们不知道 还是说支持正版游戏 为什么我买这个游戏手柄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就想玩Steam创流 创流的话 弄个手柄可能会舒服一点 我就淘宝翻了挺多手柄 最后包括什么雷蛇的手柄 我都有看到 但是最后就都没有想买 这个手柄其实我也不想买 但是它可以运行这个模拟器呢 就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可以吃瓜了 我可以看了一场看一场大戏的 虽然不知道这个戏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模拟器本身吧 你折腾折腾还是很有很有意思的 当然600多块钱 你折腾真的是不值 真的是不值 虽然说折腾折腾很有意思的 但600块钱真的是不值 所以不推荐 还是那句话 不推荐买这个手柄 并且这个模拟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大佬做的破解板 让它能够绕过这个手柄检测 这样子大家就都可以玩了 当然这个也算是一个破解板 也算是一个倒板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算 反正这个大家自己心里看一看就好了 心里看一看就好了 并且啊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 对于这个模拟器 东半球最强法务部 它会有一个什么想法 一旦有什么想法啦 这个模拟器或者说这个手柄 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我也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 这个东西一定能用多久 还是不推荐购买 不推荐购买 除非你有多余的钱 不推荐购买 这个东西真的是纯浪费的 而且目前模拟器的运行效果也 很一般 纯浪费的 我只是说我想折腾折腾 然后还有人说 这个是刹流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网络带网络的 我只能说 这是真的模拟器 并且一定要用手柄 你要一定说它是假的 我也没法反驳什么的 我一个游戏 小的三四个技 大的十四五个技 我吓下来了 解压半天 烤手机地烤半天 它东西还不一定能运行 对吧 我弄得累了半死 就是想看一看它到底是真是假 我 我断网吧 你又说我是路头了 其实根本没有到我 我没路头吧 我真没路头 你又说我是路头了 假装没有路头 我进了电梯 你又说我电梯 是动了手脚 其实是可以联网的 又说手柄里面 手机到完了 手柄里面是躺着网络模块的 兄弟 不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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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那么累了 我真的没那么累了 我就只是想试一试 至于信不信 纯看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啊 首先这个模拟器是真的 但是 那个外国国外的那个官网 那个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了 然后 然后 这个手柄 官方吧 小米 小机官方是 极力的 在 撇开和这个模拟器的关系的 包括我去 客服和售后那边 我想 问一下 能不能教我怎么设置这个手柄 因为我想 那么多游戏不能玩 设置一下 说不定能玩 但是 不知道 他们也都说 这是第三方的 没有关系 所以我只能说 小机这个东西 到底跟这个手柄 有没有关系呢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对啊 我不清楚 大家得先理清楚就行了 对吧 毕竟后续也不知道会发生啥 总之 这个手柄 我目前不会退款 因为它确实 确实是可以运行这个模拟器的 然后 我把它留着吧 主要是想看一下 这个手柄 和这个模拟器 之后会有什么 阴间操作 或者是阳间操作 很有很有趣的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能看一场大戏 说不定 对吧 反正也不亏了 比起我 你们看我那个手机上的手游列表 比起我那个手游列表 这点钱 在贴吧里面 连乘船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就 看一场大戏 然后就是 结尾声明一下 这一款 是外国人在外国的网站上面放出的一个免费的安卓用的NS模拟器 并且这个网站是不提供任何盗版游戏下载的 好了 然后 这个模拟器 它需要 有适配的手柄才可以进行游戏 而且很巧的是 小鸡的这款手柄就适配 好了 我陈述完毕 对吧 就什么事情都跟我无关 我已经陈述完毕了 结果在结尾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个真正的串流Steam的视频 这一段 就怎么讲 本身我也是想买一个手柄来串流嘛 它除了可以给我看一场大戏之外 顺便也可以给我玩一玩串流 不亏吧 不亏吧 好了 那么 就这个手柄 我不退 之后看大戏 然后我会 不讲跟进相关的信息吧 就 随便再测一测别的游戏啊 或者说 如果以后更新了版本 它有什么可以手动设置游戏画质 从而来去 折腾出最适合游戏的那个模式 对吧 那我们再考虑会不会更新相关视频 这个 只能说不一定 不一定啊 但是我至少是保证会继续观望下去的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自己看个大概就行了吗 OK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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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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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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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